你好,我是劉奶爸 今天的主題是 認清行銷的本質 不要再被廣告平台操弄 我曾經在30歲以前做過短暫的房屋仲介 賣車、保險和直銷的工作 雖然這些工作和我的內向性格很不搭 但是它卻對我現在的行銷工作充滿了啟發 這四種業務性質的工作 它有一個最大的共通點 就是很多人都跟我做相同的事情 那既然每一個人都和我一樣在賣相同的房子 在賣相同的車子 在賣相同的保單 在相同的直銷公司拉下限 那我的特色是什麼? 別人為什麼要找我買? 為什麼要加入我的下限? 這樣的問題不斷的在我的腦海裡面盤旋很久很久 因為我比較專業嗎? 但是老鳥比我更專業啊 那我不就死定了 所以專業是每一個人努力之後一定能夠達成的標準 這只是獲得客戶的基本功 絕對不是成交的關鍵因素 於是呢 我當時除了在上班的時候 很專心的接受公司的交易訓練之外 我還花了更多的時間用來觀察 那些業績好的老鳥 到底在幹些什麼? 因為我就想說 我只要模仿他們 至少也能夠讓自己的業績比現在更好一些吧 當我在房仲公司的時候 我看店長和客戶談話的感覺 好沉穩又好誠懇 一點都沒有感覺到他是在銷售 而是在幫客戶解決問題 當我在賣車的時候 我的那個組長他和客戶談話的那個感覺 很像朋友在給建議 很多客戶沒有想到的問題 例如他家裡停車會的大小 每個月的固定開銷有哪些 該去哪邊找這個 辦理這個車代比較划算 他都幫客戶設想的很周到 當我在賣保險的那個時候 我們營業處那個Top Sales 第一名的每天忙進忙出 幫客戶處理大筆的財產 大筆的財務規劃 順便還請了兩個助理 在幫他發email 還有店訪客戶 然後那個第二名的Top Sales 每天至少約三個客戶吃飯聊天 而且每天都忙著寄生日卡片 當我在做直銷的時候 那個做最好的那個上限 他每次都能夠拿著那個 上台拿著麥克風 講出非常激勵人心的話 好像天生就是一個演說家 聽到他的話 你就感覺在他的閃下一定能成功 所以每個成功的角色 都有他獨特的優勢 我非常的佩服他們 那也思考著我自己到底擁有什麼 如果我什麼都沒有的話 我到底要培養什麼 我該朝哪個方向去訓練我自己 我該如何走出自己的路 所以今天會跟各位講 認清行銷的本質 上面的那些經歷呢 讓我體認到做自己擅長的事 發揮個人的影響力 這就是吸引客戶的關鍵 因為神在造人的時候 他就賦予我們每一個人不同的靈魂 每個人都一定有一個獨一無二的人格特質 這是很難複製的 他就很像成功 他無法被複製一樣 就像你 就算你完全模仿也不保證你一定會成功 後來我懂了 行銷的本質 原來就是讓客戶認識一個獨一無二的你 只要客戶一看到你 就能夠認出你 就能夠記得你 再也不會忘記你 甚至他還會介紹他的朋友給你 非常強大的黏住你 愛上你 捨不得離開你 但是呢 現在的行銷工具 卻讓很多人模糊了焦點 砸廣告 怎麼砸廣告 怎麼無所不用其極的砸廣告 讓你不管在哪裡都看得到我 這很好 沒有不對 但是當客戶看了你的廣告 點了你的廣告 而且很用心的看完你廣告的文案之後 然後呢 就沒有然後了 這就是最大的失敗 於是呢 很多廠商心裡想 一定是廣告砸得不夠大 平台砸得不夠廣 費用砸得不夠多啊 所以呢 就再繼續找更新的平台去砸廣告 更大量的平台去砸廣告 讓全世界的人都看到我的廣告 然後呢 寫本無歸 對於那些沒有認清行銷本質的公司來說 這就是現況 你要清楚知道我是誰 你到底有沒有搞清楚自己到底是誰 如果你沒有給自己一個很明確的定義 塑造一個自己獨特的形象 客戶怎麼可能去記得你呢 在一堆忙忙的電商裡面 你只是一個比價的炮灰 有沒有 沒有人會記得你是誰啊 只會拿來比價 那你到底是24小時就能夠到貨 還是你最便宜 你憑什麼能讓我在蝦皮和PC用都能夠買到的平台商品裡面 我卻要找你買呢 憑什麼 所以要找出客戶一定要找你買的理由 然後你再開始做電商 否則我建議你還不如去擺擺路邊攤賺得比較快 而且不用花廣告費 只要能夠找得到哪一條路的人比較多 在那邊擺攤就好了 所以聰明的人都在搞平台 我想這句話你一定不陌生 聰明的人都在搞平台 都想開公司 都想創業 因為他們知道了 不要再幫別人打工 不要再上班 要為自己的努力 就好像很多直銷公司的老闆 自己定制度 自己招會員 自己找商品 自己發獎金 如果不爽發 就改制度 讓直銷商叫苦連天 自己賺飽呢 就收掉跑路了 就好像Facebook 免費讓你用 讓你上癮 讓你不得不看廣告 讓你付出大量的時間看廣告 他就能夠賺大量的廣告費 不要再被廣告平台操弄了 廣告平台一定要學 因為這是大量曝光的捷徑 但是既然知道他是捷徑 就不能夠長期的依賴 如果大量的廣告之後 客戶還是不記得你 而且你也沒有收集到客戶的名單 那你就必須永遠依賴別人的廣告平台 永遠沒有自己的忠實粉絲 那我們應該如何擺脫廣告平台呢? 其實最聰明也最努力的 就是那些長期耕耘個人品牌的網紅 這才是我們最該學習的對象 網紅之所以聰明 是因為他們每天都在苦思 如何行銷自己 如何找出自己 與眾不同的特色 你不覺得奇怪嗎? 為什麼許多大企業 都已經那麼大的品牌了? 他們花了那麼大成本拍的廣告 但是呢 流量居然還不如一個網紅的 業配廣告流量 你有沒有常常發現這件事情 甚至很多網紅會去代言很多大品牌的廣告 因為經營公司品牌是極其困難的 你必須要能夠創新 才能夠建立出企業的特色 當其他企業模仿你的時候 推出相同的服務或產品的時候 你的企業特色常常就這麼消失了 如果沒有創新的話 你的特色就消失了 這就是為什麼企業品牌的建立 永遠比個人品牌還要困難許多 個人品牌呢 是上帝創造的 每個人都不可能一樣 但是企業品牌呢 是由人創造的 既然你是人 怎麼可能跟神比較呢? 因為我們連人 為什麼會出生在這個世界上 都不知道啊 而這些網紅呢 已經老早把那些廣告平台甩得遠遠的 他們根本就不需要廣告 不用花錢打廣告 就有大批追隨的粉絲 只剩下我們這些可憐的中小企業家 沒有強大的個人品牌 也沒有大企業的廣告預算 才會那麼苟言殘喘的 讓這些廣告平台吸乾我們的血 所以 趕快跳出思想的框架 在你還沒有資格成為大公司之前 趕快建立自己 獨一無二的個人品牌 因為這是上帝送給你的禮物 祂讓你與眾不同 而行銷的本質就是展現一個與眾不同的自己 網路行銷懶人包是一個不停更新的課程 這絕不是單純的線上課程 而是一個改造大腦的解決方案 就像我上面說的 行銷的本質就是展現一個與眾不同的自己 你不可能單靠其中一門課程 就想要把產品賣好 當然我不否認一些短期見效的課程 但是別忘了 短期見效往往就代表了長期失效 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劉奶爸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